张静初作为娱乐圈有名的才女 尽管拿过不少的奖杯 却一直都非常的低调 最近他和郭富城一起主演的新戏 《无双》就要上映了 这个剧本是我这几年看过的 就是真的感觉 就是一层层的反转 就特别爽的剧本 然后当时当然 后来知道是郭富城来演 我就当然觉得 哇 好好啊 小行规也不一定有保障 一起谋伤案 都跟一个国际伪超集团有关 画家 电影《无双》讲述一段犯罪天才画家 与造假天才李问双见合璧 联手造出超级美超的犯罪故事 别看表面上是男人之间的强强戏 事实上张静初在片中的女人戏 也同样抢演 他甚至调侃自己 一共饰演了三个角色 每次转场都好像揭拍了一部新戏 一个就是有点像青春片的感觉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受害者 那这个三个角色 有真的有假的 有可能外表是假的 内心是真的 反正就很复杂 拍摄过程有点苦 不如戏外找点乐 这首要目标 当然是八年前 在《全城戒备》中 就有过合作的郭富城 张静初独家幕后华序 马上奉上 之前拍《全城戒备》的时候 它是有很明显的两面 然后一面是特别的逗 凌晨三点 就是大家好累了 他就在现场跳印度舞 然后就逗大家开心 然后还有一面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 拍个通宵 然后他还真的探讨角色 我觉得这十年来 我觉得一直看到他 在表演上不断地去突破自己 温柔 甜美 文艺饭 这些词汇围绕张静初许多年 在那段文艺的日子里 张静初成了大荧幕的宠儿 颁奖礼的常客 红地毯的焦点 但也因此逃不出了被定型的尴尬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仅此而已 但是可能上天比较宠爱 给了我好的剧本 然后所以让我也获了很多奖项和提名 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 就是说我自己还是有一些 有一个瓶颈是突破不了 然后这个突破不了 有我自身性格的原因 与早年银屏上的角色形象一样 私下的张静初也是淡淡的 我的手机每天跟我联系的人 一般不会多于三个到四个 我是一个生活极度简化的人 那大家就喜欢找你演这样的角色 然后我自己个人也喜欢 就是我喜欢特别有力量的 可能看起来有一点点黑暗的角色 我就觉得好爽啊 尽管生活上很低调 但张静初在演员这个职业上 却并没有止步不前 翻看张静初这几年的作品 不难看出他一直在寻求突破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冷艳的张静初 一次又一次投身火海的反叛女孩 如今转身归来的张静初 也是要给观众带来一个全新的自己 十年后的我不是十年前的我了 就是我在表演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和进步 然后我相信在无双心里 可能大家也能感受到一点点 我以新天地北京采访报道